大家好,我是Den 8月10号,Lutsirapim的所属公司Source Music宣布 会对酸民们采取法律措施 希望看到酸炎的粉丝们能截图发送给公司 在进行法律程序时,绝对不会有和解或者是原谅 在King Adam退团后,有很多华语圈的网友们留言问 为什么King Adam都退团了韩国论坛还有攻击Lutsirapim 甚至有很多攻击Sakura的留言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快速看一下这个原因 首先哪一团都会有的无脑酸民今天就不说了 其他酸民可以分为两大类 首先是性骚扰类型 从Lutsirapim公开预告片开始 因为服装就出现了很多下流的酸烟 虽然说女孩子们都会有这种酸烟 但是这尺度真的是非常过分 甚至连对立的未成年成员也不会放过 再来就是有关Sakura的右翼争议 在这里就不细讲政治问题 只是简单说一下的话 因为 韩国国民们非常不喜欢日本右翼争论人 或者是支持右翼的人 而一些韩国网友们 因为Sakura之前在美化日本战犯 屏幕出现1945年战争影片的 AKB48演唱会舞台唱歌了 所以说他是支持右翼的人 然后就是Sakura尊敬主张清寒论的人 在8月15号韩国光复节 发文说中战纪念日等事情 也是被那些人觉得 Sakura就是支持右翼的人 其实这么说的话 Sakura曾经说过多少次 亲含爱含的发言 怎么就不提呢 终于提高了 最近出道的孩子们当中 没有像他们这么严重的 看过很多饭圈酸炎 但是没看过像Lisrappin这样严重的酸炎 好像是因为有霸凌成员 所以其他成员被骂也活该的感觉 Lisrappin真的被黑了很多 除了右翼霸凌 连别的成员们也被攻击 真的很严重 这是第一次提高吧 被抓的孩子们应该会很多 不过 不管酸民是怎么样的魔黑 Lisrappin还是火了 2022年5月2号出道的新人女团Lisrappin 在出道百日的8月9号当天 YouTubeMB突破了1亿观看次数 这是今年出道的女团当中 最短时间突破1亿观看次数的记录 并且也是在出道100日达成的记录 所以有着特别的意义 100日1亿真的太棒了 恭喜恭喜继续大发 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后 现在成绩这么好 真的很高兴 下个休息室 前几天 韩文因为下了80年来的大暴雨 首尔各区都出现了淹水在侵 目前为止已经夺走了11条人命 而罹难者大部分都是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 因为突然灌入大量的雨水 而造成难以打开或者是打破窗门逃出 然而今天 在暴雨中几位市民救出被关在半地下室人的影片 感动了网友们 因为水压窗户打不开 市民们决定打破玻璃 用面火器用力敲也打不破的窗户 不是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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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住住住 住住住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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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们在7只公分狭窄的地方 救出了被孤立在半地下室一个钟头的一次混 而在这过程中 拿着灭火器砸玻璃的这位市民 因为玻璃碎片缝了好几阵 被救出的以斯文表示 再过个30分钟的话 我可能就不在这个世界了 我也会尽全力成为能够帮助他人的人 真的很感谢 流泪了 被关在里面的人应该也很害怕了吧 真的太好了 死婚再坚持一下 在这里直接爆哭了 真的好感谢 真的是救了生命的英雄们 一不小心自己也会受伤的那种情况 还能舍身救人 真的太棒了 然后因为这次的水灾非常严重 也都伸出元首捐助 希望能为再民进一份心理 当然也会有很多艺人们会匿名捐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 谁谁谁没捐款什么的 总结一下这个内容就是 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的好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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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